好,聽過了我們如何判斷 看過一些地層記錄地實性的實力之後 我們就要做一些練習 這個是立體 他說這個圖上面請你排先後次序 這圖上有幾件事 六件,哪六件 兩個層積 一個延脈 一個斷層 底下一個輕實 上面一個輕實 所以總共有六件事 請你排這六件事的先後次序 誰先發生,誰後發生 第一,我知道最下面立岩最先發生 我根據什麼知道 跌基法則 老岩層在底下,新岩層在上面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發生了輕實 因為原始水平率 它不平嘛 所以表示有事發生嘛 所以接下來發生的就是輕實 然後呢 上面沉積一個砂岩 砂岩沉積了 接著上面有個斷層還有個鹽脈 斷層跟鹽脈誰先發生呢 圖上面是斷層切鹽脈 所以被切的先發生,所以先發生鹽脈 很少人這樣烤,但是我有烤過 這個鹽漿沒有冒出來 在底下一坨,這叫做深層鹽 大部分的考試都是鹽脈有噴出來的 叫做火山鹽 因為有噴出來,所以上面會有熔岩流 上面有一層熔岩流 OK,這有個鹽脈,上面有一個熔岩流 然後接下來發生斷層 斷層切開來 最後發生的就是現在的輕實 把熔岩流也給,輕實掉 然後就是我們這個狀況 這個狀況,就是過程六 那這又是我們用來判斷先後次序的方式 OK,了解嗎? 了解,換你們 這個圖上面總共有 BIR件事 哪BIR件事呢? 三個成績 三個輕實 外加兩個延脈 所以總共有八件事 其實你把八件事情編號 排先後次序 數字小代表先發生 數字大代表後發生 然後寫上來 待會抽到你的時候 你就念號碼給我聽 12345678 把你的次序念給我聽就可以了 好,這個圖上面有 八件事 八件事 請你排先後次序編號 數字小代表先發生 數字大代表後發生 我們給各位 大概兩分鐘的時間 讓各位思考 把它解決掉 好,給你兩分鐘 好,兩分鐘很快就過去了 來,我們抽一男一女 告訴我答案 一個人叫做7號 一個叫做26號 Please 來,起立 7號26號 大哥你是 7號 等等等等 7號大哥大姐 來 念號碼 1大方 就全部念下來 7125368 你念的是7125368 請坐 來 後面 你答案 對不起 7136258 5268 很好 請坐 很好 我們的答案叫做 誰最先發生 A 最下面 接下來有個鹽脈 還有一個青石 誰先 鹽脈 怎麼知道 因為鹽脈被青石切斷了 被切的先發生 所以先鹽脈再來 A、B的青石 接下來換誰 B B完這個兩件事 以鹽脈跟青石 跟他一樣 誰先發生 以鹽脈 然後再來是 B、C的青石 然後再來一個是C 然後再來一個是現在的 青石 你就知道了 這就是我們排先後秩序 這就是我們排的先後秩序 OK嗎 OK 很好 下面還有一題 他說有個地層長這樣 他這裡講了一句說 請判斷此處曾發生哪些地質事件 但他沒有空格讓你寫發生哪些事 你看出來發生什麼事嗎 三個成績 立岩、三岩跟葉岩 一個斷層 一個岩脈 還有一個最上面的青石 好 停車站接問 立岩跟葉岩誰先行程 站起來告訴我 誰先同時你怎麼知道 你因為什麼事情知道的 你怎麼知道它先發生的 OK 我們找 這個是 耳氣 耳氣號 葉岩 葉岩先發生怎麼知道 感覺 你有濃厚的直覺 你有濃厚的直覺 然後呢 考試就猜嘛 猜對就是運氣好嘛 猜錯就完蛋了 請坐 根據疊基法則 在底下的先發生 在上面的後發生 好 請問你火層岩脈是在葉岩前還是葉岩後 一樣 站起來告訴我先還是後 然後同時告訴我 你怎麼知道的 你怎麼知道是先還是後的 那個這個人叫做 我想要找個可愛的小女生 有嗎 都沒有 錯都男生 還是男生 4號 4號 來 你的答案 先還後 為什麼 哇 你連先後都不曉得 那個人還知道是 先跟後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你預備 哇 再度證明老師的教育是徹底失敗的 請坐 結切原理 被切的先發生 切別人的後發生 我的岩脈有切開葉岩 所以葉岩先發生 岩脈後發生 下一題是學測考過的題目 學測考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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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 岩脈跟斷層誰先發生 岩脈先還是斷層先 還是不知道 蛤 然後 為什麼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 為啥知道 為啥不知道 帥哥 美女 三三 為何 請坐 沒有結切 我們這裡就簡化說 沒有結切 但是我告訴過你 是不是因為沒有切 就一定不知道 不是 看有沒有第三者 這裡沒有第三者 好 學測考這樣子 問你又誕生岩脈誰先 答案就說不知道 答案就說不知道 答案就說不知道誰先 這就是我們要學會的事情 考試就特愛考這種 畫一張圖 看到ABC出事件事 你要給我會排 誰先發生誰 後發生 這就是你的學習重點 會看圖 判斷先後視訊 可以嗎 OK嗎 OK